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大家認不認得這裏呢 雖然我們就調轉了坐 不過又是一張長的木桌 那不會有人認得啦 木桌出來都是玩什麼 第一條片我們都是在這張木桌拍攝 我們由木桌開始說 我們第一次來這裏的時候 觀感和幻想中的北愛爾蘭 即我們未來之前會有什麼落差 好啊 初初來北愛爾蘭 其實還是個人覺得很新奇的事情 因為真的不來過不會知道 只是聽別人說 而且網上的資料其實是不多的 我們為什麼會找這個地方做落腳點呢 當初我想你看第一條片都有提過 就是因為覺得這裏沒有那麼密集 而且會接近大自然多些 第二樣東西就是覺得這裏好像洗費沒有那麼高 因為好像說不用交cancel test 因為這件事所以我們選擇了這個地方 過了一年之後 其實就發現洗費是看你怎樣計算 但如果我們是租樓的話 是的確是不用交cancel test 而且這裏是不用交水費的 但如果你是買樓的 這裏都有一個property rate 其實這個property rate 就是英格蘭那邊的cancel test 它都是計你的物業股價 然後收好像不知10%還是什麼 其實計算出來的那條數 你除了12個月就類似英格蘭的cancel test 但純粹是因應你的房子的股價 即你有多大 譬如三房也有一個價 這樣出的 而且它是一次過比的 就不是逐個月比的 我就看到property rate就是這樣 對於我們租樓來說 那裏的費用是真的會低於英格蘭的 但有些人都會覺得 你的電費好像很貴貴的 其實我就覺得 一來就看你怎樣使用 二來其實英格蘭 你都要看你載哪間電力公司 某些電力公司其實都是這個價 所以我覺得電費是否特別貴 我覺得其實可能是差不多 我覺得就是這樣 那你又怎樣看呢 他講的都是一些價錢開支的物件 感覺上 我們來到英國之前 我們都是在搜尋著 一些魚鷹的基本資料 魚鷹的基本資料 多數都是去到英格蘭那邊 倫敦、曼斯多士、波爾麥甭、純鬧 那些城市 現在有小資訊來北海爾蘭 的確在YouTube搜尋大部份只有我們 所以很少很少資訊 多數來這裡都是讀書、旅遊 你說住的真的很少長住 他剛才說的就對了 跟之前的想法有點落差 洗肺那方面 你說是否真的洗少了 我又不太覺得 我未試過在英國那邊住 雖然我都不太知道 但是唯一大家會選擇來這裡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水 水的硬度 這是我第一時間最看重的東西 其實不要少看這些東西 水的硬度很重要 硬度太不適合人用 這邊好像全國都是軟水區 然後來到之後 又發現連水費都不用交 其實我覺得水費都不用交 是比較驚喜 這是一個優惠 對 因為是來了才知道 至於說軟水區 整個北外都是 英格蘭那邊都有軟水區 不過不是整個區 可能有些剛剛碰正中間 那些又變了不是 那你真的查都要一段時間 還有一件事就是 當時會想到 臨飛之前都會準備好多保亂的用品 會擔心北外爾蘭是否真的特別寒冷呢 因為在地理上看 北外爾蘭的確不是英國本土那邊 但是我發現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為甚麼英格蘭那邊的香港人 經常說會負多少度 但是我們這邊的道數還是靜的呢 下雪下到飛起 但是 這裡是沒有下雪 這裡是有 但沒有誇張到這樣 早上下夜晚就融光了 沒有積雪 其實是薄雪來的 之前下雪下到這麼厚 有多少厘米 這裡其實不是用厘米去形容 我想用幾毫米去形容 最多都是結冰結霜 你說下雪暫時沒有 我們最初來的時候 第一年 當時到第幾天 第三四個月的時候 它就是下雪 真的有積雪 但是雪都是維持了一個星期左右 不是很誇張 接著我們現在住了一年 還有就是 如果說天氣 就是打風 英國那邊經常會有打風 近來有一個很厲害的颱風 就是有龍捲風的警告 但是當然我們那個位置沒有 幸好我們又說停電 我們的區又沒有停電 也沒有英格蘭那邊那個 當風程度那麼誇張 水浸 可能我們住的區特別 沒事 很幸運 但是看天氣報告這樣算 風速來算 其實不知為什麼 他們打風的方法 就是風通常會在大西洋那邊 那邊扯過來 那邊扯過來 多數都會在北愛爾蘭上面 那個海那邊飛過 然後才插進英國那裡 會兜過那裡 如果不然 就是一個方向 另一個方向就是由英國的右手邊 打過來 基本上兩個方向 北愛爾蘭都吃不正 反而外爾蘭都吃得正 但北愛爾蘭就很少吃不正 我又覺得很神奇 那是不是這個地方的地理位置 特別不同呢 又或者可能我們只是來了一年 我們看到一年的天氣 就好像被我們看到 好像每次都吃不正 好像這樣繞過去 這樣繞過去 就在下面的愛爾蘭掛上去 我希望我們今年好彩 又或者可能之後都這麼好彩 就沒有什麼傷害的事情發生 水浸方面都試過浸得厲害的 之前我們家對面是有一條 好像散步徑的 它是可以最厲害的 就是浸到看不到很厲害 水一上就會沒有了散步徑 那裡都有一幾米的 都可以浸得厲害的 而且當時也有幾條路是封了的 但是其實在這裏都處理得很快 例如早上的人發現已經水浸了 到晚上其實已經通了 那些路也會通了 所以我覺得都算快的 那快不快就要看水退得快不快 是真的 但是它們的處理方法都很快 就起碼封了一些路 在Lotus Box那裡會出聲 會告訴大家不要亂出去 其實它都很快的反應 就不是我們經常聽到的 那些說要等很久才有的東西 那天氣趕了一點 那還有就是 我也是說回衣食住行 那如果說穿衣服 我們都會帶來很多冬天衣 來香港帶來的冬天衣 其實這裏都夠用 又不是真的凍得那麼誇張 為什麼單車可以這麼吵 沒有 三個樓 不要緊 我看到這裏的人 你說是否很舊 即是鄉村地方 就算是Belfast 那裏首都這樣算 那些人會潮一點點 其實這個字很不潮 很噁心 我不知道為什麼說出來 其實這個位置 也是我們對這地方的 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個人來說 我在這個女性的角度來看 以前我會覺得 這裏的衣服未必適合亞洲人 或者可能覺得有點老套 其實我也不想用老套來形容 因為我覺得他們也不老套 有些人會覺得選不到衣服 會不會過馬的問題 可能亞洲人 又不是手長腳長 會不會穿不到這些衣服 其實他們又不是特別高 當然有些人是很高 但普遍不是每個人都高到模特兒 不是的 所以你想想他們都在這裏生活 難道他們會買不到衣服嗎 那衣服那方面都是差不多 不會特別有很古風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衣服沒問題 衣服穿多多少 好吧 說吃了 我們是習慣了在家裏吃多些 以前在香港 常常都會冷不冷 就會下街吃 因為太方便 就算下街買菜也好 菜啊 肉啊 那些東西 香港的豬肉是貴的 的而且確 我們走那一陣子 現在便宜一點 聽說 然後牛肉啊 那些東西 都好像是香港貴一點 都是聽說 這一邊的肉類 其實價格 我最初來的時候 我都擔心會是貴的 一路習慣見開的肉類 都是貴的 現在來到這裏 其實他們都是侮辱不寬 我暫時最不習慣的地方 就是吃雞胸 雞胸和吃雞腿的分別 香港吃雞胸是很便宜的 我很喜歡吃雞胸 但是來到這裏 雞胸是很貴的 所以就變成吃雞腿 雞胸和雞腿的質感 是很不同的 大家都知道的 其實這裏的雞胸 其實這裏的雞胸 你就會發現 在香港真的不會見到 這麼大狗 這裏其實的分量 就很多 很大狗 因為它有火雞的雞胸 而香港的雞胸 很多時候都買到雪藏 雪藏的雞胸 和這裏新鮮的雞胸 我想都很大分別 肉質已經不同 就像剛才所說的 其實就是質量好 我覺得就好很多 就是感覺肉質都好像新鮮很多 是的 接著就是住那方面 住那方面其實就很大分別 我們在香港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豆腐潤這麼多地方 但要放了所有的內臟進去 就是麻雀感的尺寸 但是來到這裏的時候 那地方突然開闊了很多 最不慣的地方 對方就是有時候 在一間屋裡 大喊一聲 對方就會聽到 但現在不同 現在你大喊幾聲 對方都不知道去哪裏 可能出了花園 更加不知道去哪裏 不聽不到你叫他 這個是一個要習慣的地方 還有太多門了 因為香港的門是不會關的 但是來到這裏之後 你會發現 有些門是不能關的 這麼多門的設計 是有原因的 一來就是濕氣 二來是保溫 這兩樣 還有保安 有些門是多過頭的 因為他們是廳有一道門 然後廚房一道門 其實香港很多時候都很接近開放式的 廳是不會有門的 廳是直接連住房間的 這裏就是因為那裏 廳也有門 廚房也有門 房間一定有門 然後那些雜物櫃也是一個門 所以就好像很多門 還有如果你放下了電話在某個地方 而你沒有遺疑的話 那你又找差勿 所以Apple出的AirTag是有用的 以前在香港是不覺得的 還有為什麼香港會覺得這麼方便 聽入房間 其實是中間沒有一件事 那一件事叫走廊 這裏是無端多了一條走廊在中間 就是我們的房間的設計 每間房間 中間都有一條走廊 連貫了這麼多房間 所以每次都要經過一條門 才去走廊 然後再去另一條門 去另一條房間 所以永遠都很多門在這裏 都習慣了關門這件事 有些手尾都好 很難找人 這是一個問題 亦都很難找電話 如果沒有一個特定的地方 放鑰匙等等 那你會有時候找餐網 有時候我銀包都試過 不知道放了去哪 所以現在是很習慣 一入屋就會放在一個地方 去儲存自己要出門口的東西 再說起來 少了見家人是一個很不習慣的地方 以前在香港幾大地方 都是兩個小時都去得到 從東去西 但是現在就要用視像電話才能見到 不能夠一起吃飯 這是我不習慣的地方 其實亦都會覺得 跟他們的距離 雖然遠了 一個在北半球 一個在尺度附近 但是亦都因為有視像電話的方機 所以反而又不會覺得很久沒見過他們 好像經常都見到他們這樣的感覺 反而是聊得多了 就是真的 是的 你在香港每天打電話都好 沒有什麼好說的 你講來講去吃飯了沒有 睡覺了沒有 你有沒有出街 有沒有不舒服 但是來到這裡之後 其實很多話題可以跟他說 你可以說很多新鮮的話題給他聽 他又知道很多東西 會令到他都很想過來旅遊 這個反而是關心多了對方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反而人遠了 科技就拉近了其他人 就是真的 而且每次見面的時候 說話會比較濃縮 你起碼第一時間會關心對方 如果你平常常見面的時候 可能你不會是這樣說話的 我覺得這樣也有好有壞 但其實也不是一件壞事 我自己覺得 那心態上你有什麼改變 來到這裡的心態上 最大的改變就是 真的可以慢慢靜下來 可以 你的步伐會慢一點 因為這裡的人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就是他們做事是放工就放工 他們不會放了工還在想上班 他們是這樣 那你這裡自然會慢慢一點 還有你會跟回他們的節奏 就是他們的節奏 是回九至六 就是九至六 你才去找他們 你去六點之後 他們是不會認你的 當然某些行業在外 那你如果用這個心態去生活 其實你不會覺得他們做事有問題 真的想回頭 亦都因為多了時間 那個人可以深思熟慮去做每件事 想清楚自己應該做些什麼 對於我來說 首先是心態上沒有那麼衝 衝了那麼多年 在香港一路 由睜大眼開始 由上學開始 已經在衝著 填鴨式教育 出來工作 不會有自己的想法 很多時候都是你嘗試的想法 工作上沒得說 可能這裡也是 但是 有多了時間 讓你自己想 你自己應該 要怎樣處理自己的事 的時間 譬如可能 有適當的上班時間 好像剛剛說的 就是放工 就是你自己的私人時間 人家不會煩到你 我不知道其他行業是否 但我的行業是 他們可以很悠閒 他一天的時間 譬如可能去公園散步 那天就是去公園散步 那天放飛機 那天就是全天做一件事 就是放遙控飛機 又或者可能去見一個朋友 那天就是做一件事 這件事我覺得 挺退休人士做的事 對於香港人來說 很退休而已 這裡的步伐就是這樣 你衝得多少 你衝是沒有用的 要整班人一起衝 你看到那條火車一起衝 你才有用的 你自己一個衝 衝去哪裡 其實他們沒有那麼全程度 在香港 可能一早早 我要剪頭髮 剪完頭髮 我就要去喝茶 去完喝茶 再約另一個朋友 之後又要看一場戲 可能一天是做四、五件事 然後再拍 直落 哇厲害 但是你在這裡 可能就是同一班人做同一件事 即他們可能那天是Family Day 就是那班人做同一件事 可能去公園走 去公園走 去公園玩 去公園玩 看日落 接著就完結了 可能回家吃飯 就完結了 所謂慢活 這就是心態上的改變 亦都要說到生活上 習慣上的改變 嗯嗯嗯 你有什麼改變 就是因為 人開始慢活了 那你的生活上 其實你可能會想多了 要做的事情 而在家裏 其實就是因為你想多了 要做什麼 你就會看到原來家裏 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就是比如 譬如 好天的時候 夏天的時候 你又會想打理一下外面的後花園 就是又會種一下東西 那這些其實 說你在香港 不可能去種一下東西 對不對 那譬如 在家裏 你又會有 就是你可能會多了家務 要做的 其實真的 就是可能吸一下塵 那些東西都重要 有時候要煮一下飯 那其實呢 其實呢 最大的改變呢 就是多了這種 這種類型的事情要做 你以前在香港 可能 一有空就出街 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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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現在在家裏的時間 是會多了 嗯 是啊 深貴了 那我對我來說呢 習慣上就是 慢 放慢了很多 還有就是 人和人的關係不同了 以前在香港呢 就很多時候 會是 和鄰居不熟的 或者是鄰居是誰都沒有人知道 鄰居是誰都沒有人知道 鄰居的姓什麼都未必知道 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這裡就不同了 這裡就很多主動的鄰居 會和你打招呼 他們對鄰居鄰居的關係 非常著重 這個我覺得是很欣賞 因為 出外教朋友 你住鄰居的更加 有個照應是最好的 那麼我們的鄰居 更加不用說 我是業主 是很好的人 每天看到 都會打招呼 以及會真的聊兩句 就算不是業主也好 好像我們剛剛打完風 有個鄰居 倒了個花棚 倒了個 不是花棚 不是花棚 簡直是圍蘭 是圍蘭 是啊 我們都 八卦地跟他聊天 都挺有趣的 就是有很多 很多這些人脈上的溝通 有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這裏 其實在這裏 最初經常聽人說 英國人做事很慢 要很有耐性 我又發現 其實它不是每樣都慢 只要關乎一些生意的東西 譬如他們在經營一些生意 而你去購買或是怎樣 他們是秒回覆的 即是他們真的賺錢那方面是好處的 譬如你說 初初買車的時候 我們當時看到一輛車不錯 問問 根本是很快回覆的 這裏有些意想不到的事 對於我來說就是 他剛才說的買車 我試過看到一輛車 都是自動車的看 看完之後 就發電話給他 當然是約時間看車 他是九秒九回覆的 通常我都是晚上看的 那就是上網看 看完之後 打算第二天才回覆我 不是的 好像三個字 十五分鐘 三個字 半個小時 差不多的時間 他們已經發電話給我 好像當作是checkbox 然後就立刻回覆我 什麼時候可以去看車 然後就扶回我 然後我發覺 他的車是特別貴的 我對他沒有興趣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他的車真的貴 我們沒有興趣買 為什麼 為什麼會沒有興趣 不是啊 我們已經很便宜了 哇 他還要推介一下 他的車給你 他還要推介一下 第二輛車 它是扶到 我是覺得 它是進取得 我好像不跟它買不行 這個也是一個挺有趣的體驗 他之後每個月都還發聲一堆車 說這些將來 我還收到一個電郵 一年之後 我現在還收到 一年 已經一年了 然後 還有就是 說到買車 買車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香港買車 二手車來計 新車不說 新車一定要等 二手車可以馬上游 現貨便買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想 這裡真的做到 你是即日可以開車的 總之你可以找到保險 可以跟你想買的車 可以拿到保險 就可以了 這裡的保險公司 很多都是網上網上 網上機器做的 電腦計劃 所以你很容易 可以很快買到保險 還要是排費 就這樣去Post Office 給了錢就可以了 是啊 不用等政府部門開 所以真的 即日可以開走一輛車 其實真的是 咖啡來的 我以為是水來的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 之前那幾集都有說過 我們流水 接著有一晚沒有水 又是想不到它 可以很快去調整 就是在網上 一個Live Chat 還要是晚上11點多 你跟它說 這裡水瓦有問題 我沒有水 它可以兩個小時內 可以立即幫你調整 其實這也是不預期的 原來它們是有24小時服務的 原來是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 完全所有東西都這麼快呢 又不一定的 譬如你拿車牌的 那些就長一點 拿車牌 搞那些政府文件的東西 那些就真的長一點 那些真的要等來回 又怕多濕 那些就擔心 至於其他車牌都可以 其實你都不是每樣都很慢 我記得還有是 我們初頭租樓的時候 我們就在網上傳說 interest這間屋想看樓的 其實有些地產商 它都很隨的 就是跟它買車的經歷一樣 它是可以晚上11點多 回覆你email 立即約你幾時去看 甚至乎是11點多 約你明天後日去看 有些是可以這麼長的 當然不是每一間都是 但是有些真的這麼長的 是啊 最重要就是錢不要到他的手 是啊 錢到手就很放慢 立即變回那個英國人 很有趣 可以 他單生意一日未做成 他一日都是香港人 是啊 他到手了 那些錢 他立即變回國籍 變回英國人 你說起這件事 都想想起 可以提一提 這裏的人開車的經驗 你在這條高速公路上 其實你不要以為 那些人都可以駕駛得很有禮貌性 其實一樣有些人駕駛也很囂張 那些車很進取 一直推著你 啊 還有說起 這裏的老人家駕駛很狠 嗯 很瘋狂 很厲害 我不知道他什麼心態 很瘋狂的 我那次在高速公路上 我已經是慢線 他只有兩條線 他在慢線 你要過頭就快線 很正常 我在慢線 他都推我 我都在走70公里 70公里 正常 不是特別慢 高速公路 他都可以一直推著我 哇 什麼事 是啊 還見過我駕駛駛 駕駛 當然不是很瘋狂的 他駕駛駛駛是這樣的 那輛車就停了 停在那裏煞車 不是的 砰 咚 聽聲停 好像沒有東西 氣袋又不爆 對 車就回來了 駕駛駛駛駛駛駛駛 他已經習慣這樣停車 像到碰碰車落沿一樣 每次都是這樣停車 我真的很想拍一次 那輛車很耐撞 那輛是TOYOTA ARGO 這裏的老人家的售車真是 神經病 你沒有想過 我完全沒有想過 我以為年輕人反而很禮陽 可以在這條大的高速公路 不是高速公路 在大路上讓你少到出 它們把後面所有乘車都放出 很禮陽 這也是我沒有想過的事 沒有想過是相反 沒有想過是相反的 原來他們駕得那麼勇 老人家是 來了這裏說了那麼多 來這裏之後 你對這裏最滿意的事是甚麼 真是環境最滿意 沒有得比這裏 空間 對 空間 因為這裏比較容易接近大自然 自己就很喜歡 我個人比較喜歡 當然有些朋友可能會喜歡熱鬧些 或者多些東西買的地方 但是我沒有所謂 多不多東西買 所以我覺得這裏最緊要 出去花園又可以見到那些小鳥 在那裏飛 在那裏跳一下跳一下 其實我已經覺得很好 又多動物 又有貓來找你 是的 這些香港就沒有辦法去接受 接觸得到 你住村屋都應該問水了 因為沒有人放養 那些貓 通常都是野貓 那我對我來說 這裏最滿意的地方就是人 那環境當然 空間當然 是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就是比以前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是進步 那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人 那些人是很…都很喜歡的 真的 譬如我們鄰居不說 我們業主更加 之前都盛讚了幾集 那不說 那有時候我們在花園走 即是走公園這樣計 那有時候我們會拍照 拿著相機 拿著大的相機出去拍照 有些當地的人在那裡放狗 放狗的時候都會問 你們在那裡來的 即是會聊天 他也都很… 他那種不是歧視那種來的 即是他純粹是想問 你是在那裡來的 他對你很有興趣 然後你跟他談了幾句 然後就說 你來這裡住嗎 就太好了 即是又不覺得他們很假的 其實他們好像都想我們 有一種奔事如歸的感覺 他都會希望我們當這裡是家 都會有這種的人 他們的想法是 不知道我們 我在香港 可能見到太多的新移民 那會覺得 好像他們會是有另一種想法 我對他們有另一種想法 但是這裡的人 又不會對我們有那種想法 是的 香港人可能會酷一點的 冷漠一點的 那這裡就相對比較熱情一點 你會覺得那些人 那你有沒有覺得 在這裡有被人歧視的感覺呢 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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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他兩個人在聖誕節之前的一天 是23號、24號 就走店鋪 走馬沙 在那裡遇到有兩個其他香港朋友 他們認得我們 看到我們拍片的 他們認得我們 站在二邊 聊天 四個人 當時其實環境已經有很多人 他們站在雪櫃旁邊 就等那些火雞 特價火雞推出來 因為他們就休息了 那他前一天一定是大減價了 那些英國人都站在那裡等 很多人 真的很多人 好像逛年宵 那樣 好像山武超市 我看到那個情景 然後有一個女人 突然推出車 一個很年輕的女士 推出車 很緊張地穿過在我們旁邊 然後轉頭說了一堆英文 快到我們四個完全聽不到她說什麼 其實我少少掌握到 就是說 你不是排隊 別妨礙了 類似這些事情 總之你不是買東西 就別妨礙了 其實當時我們四個人 你眼看我眼 就看旁邊的鬼 大家都一頭問號 我覺得他應該是無差別攻擊 所以我認為不是歧視 最嚴重就是那次 但是你說沒有歧視 其實可能我們 因為我們不是本地人 所以有少少這樣的情況 可能會想他會否針對我們 其實想心一層 可能他還未被針對我們 可能他想搶火雞 他可能想用這個口術的方法 去搶到一隻火雞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最多的 我記得那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大家都是無功耳環 那些火雞都賣光了 是 那他沒有無印地走去 我不知道他 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遞詢一次 那你有沒有 其實就有一次 因為我來到這裡 我都參加了很多Facebook群 其實都是特意參加本地的Facebook群 想快點可以知道 這裡的地方發生什麼事 有一個Facebook群 是XXLotusblog 我有一次看到外面水浸 我立刻就 哇 看到浸得這麼厲害 他立刻鋪了一張照片 然後他說 這裏都是水浸 因為很多人都鋪了一張照片 然後他就不讓我鋪了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就在想 是不是歧視我 不讓我鋪 然後過了幾個月後 我發現原來 有些本地人都鋪不到 然後在那裏罵他 有人在別人的帖子留言 他不讓我鋪 我都說之前是這樣的 然後我就發現 其實都不是歧視 原來根本是 可能那個Admin 沒有看到或者什麼 就是駁了某些人 沒有鋪 不是你一個的問題 原來其實其他人都是這樣 應該說他們不是用歧視這個字眼 應該是用一些誤會 大家在言語上的誤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心態是需要改變的 就是那種斑緊的心態 很多時候在香港就會覺得 你撞我一下 你專門的 肯定是專門的 看你的款式 你這麼多東西不撞 那麼多東西不撞 你就是要撞我的東西 你不撞些錢給我 就是會有這種心態 但是來到這裏 反而會放下這件事 就是會寬容些對待其他人 這個是心態上最大的改變 因為我們很容易 就很戰鬥地起降 那你來到這裏 就真的可以放下這個降 真的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不會 我覺得他們在想事 都不會第一件事是這樣想事 只不過可能他們會覺得 可能他們一時間看不到 會在別人的角度去想多些少 好了 那今集就來到這裏 那記得就like share 還有subscribe 按鈴鈴鐘就更加好 沒錯 那下集見 拜拜 拜拜